傳承文化新竹縣首度舉辦無形文化資產授證典禮 由縣長楊文科一一頒發證書 給十九組保存者及團體 那麼今年新登錄了四組 包含有傳統表演藝術客家八音 傳統工藝羅電和泰雅族口述傳統等 都讓珍貴文化得意流傳 樂者彈奏八音唱起客家山歌 文化局首次舉辦無形文化資產授證典禮 邀請十九組保存者及團體齊聚一堂 辦發證書 新竹縣無形文化資產的授證典禮 這是我們新竹縣第一次來舉辦 我想無形文化資產是個文化瑰寶 也是我們鮮明在這塊土地上 經過多年來不斷的傳承 風俗習慣記憶工藝以及歌劇戲曲等等 這些智慧的結晶把它流傳下來 文化局從2009年至今共登陸十三個項目 十九組無形文化保存者及團體 有民俗及保存技術等類別 今年新登錄有四組 包括傳統表演藝術客家八音甜聞光 傳統工藝羅電陳正芳 泰雅族口述傳統阿東優帕斯和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 縣長洋文科肯定他們的貢獻 讓珍貴文化得以保存 許多的傳統知識都失傳了 我們的一些騎老都非常地很快地凋零了 所以我們非常認真地把我們的傳統知識跟文化 傳承給這些年輕這一代 不只登陸名冊更重傳承與推廣 文化局舉辦多項保存及傳息計畫 也提供展演平台 讓這些生活智慧及藝文結晶持續發揚光大 我們 smoking一件事情 真的也可以 安排 文化局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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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好 我甚至私 wy Richie 穿み 對 錢